现在网友可以发现娱乐圈中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差不多都是下巴尖尖的网红脸 每次电视剧一播出 替身和演员傻傻翻不清 实际很多女性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偷图或者替身 但是娱乐圈也有一股清流 像赵丽颖这样 很多粉丝都觉得赵丽颖能有今天的名堂 都是自己努力拼出来的 但是正所谓想要成功 天时地利人何须斩尽 赵丽颖的出名和自己的努力分不开 但是赵丽颖今天的成就全靠自己努力吗 几年前的赵丽颖就是一个跑龙套的 非常辛苦 后来赵丽颖被邀请参加一个选秀节目 在冯小刚的指点下 最终赵丽颖获得冠军 从此再正式进军自己的演艺生涯 赵丽颖也是在出演配角的时候 遇到了于正这个人 于正在自己制片的一部新电视剧 因为种种原因最后选择赵丽颖出演 当时于制作的这部电视剧《路真传奇》 已经被湖南卫视预定了 当时的赵丽颖还是一个新人 湖南卫视不放心 不过不管湖南卫视怎么反对 于正就是认定赵丽颖 而赵丽颖不负众望 《路真传奇》播出后大火